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记得是在1月25号早上 刘文长一早上就给我打电话 他说张主任 为了保护我们的医务人员 不能让我们医务人员太疲劳了 打疲劳战很容易把免疫力下降 我当时就眼泪就出来 我说刘文长 我说您已经在住院了 您还在关心我们 我说我没有什么话 我说我就两个 第一个我保证完成你教育的任务 第二个您千万千万要保重心理 早日的出院早日的出院 他真是起到了一个率先锤饭的 这样一个模范作用 他是一个很能当当的 而且也是很有作为的一个院长 对他自己卫生事业的执着的追求 一定要化北土为力量 一定要打胜这场战雨 让这个皏起来 或者一把祂 不zy 坛了 除非 大家识计业 我们不是把ここ装着的 最后来梦的